有些人會覺得藝術是否不食人間煙火 當然不是 藝術是絕對在生活中 需要與食物有密切的關係 譬如說食顏色 如果能夠在我的精神創作上 提供到我的需要 舉例,我早上吃麥皮 我會加紫色的番薯 加紫色的番薯 整碗都是紫色 看來我好像喝了一碗紫色的湯 在視覺上 我們當然可以用這些顏色來組合一些畫 但實際上 如果我將它喝到我們的身體裡 或是吃到我們的身體裡 同樣是產生我們意想不到的圖畫 當然這圖畫 就不是我們好像欣賞一幅畫 而是我們在生命中 我們自己感受到那件事的發生 其實這是大自然的創作 我以為藝術來到今時今日 看到面對的世界這麼多問題發生 藝術應該是走出來想法 那幫人 那幫人不只是畫畫做雕塑 那幫人可能是從事各行各業 而我覺得作為藝術 我對藝術的期許就是 因為藝術其實是一種能夠產生解決方法的思考 在其他地方